哎呦 那够紧张 这玩生活这不妨退困的 这今后有腾退的可能吗 有 老说有 老没腾退 哦 就没信啊 没信 如果有 您走吗 我走 肯定走 肯定走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云居胡同它位于前门大街的西侧 东起 前门大街 西到梅市街 全长279米 因为胡同内有一个云居寺而得名 现在呢 云居寺院内呢 已经变成了大杂院 里面呢 只有一棵古老的树 在诉说着自己的历史 胡同呢 基本上现在也是住在办那个 开心的过程了 有些院呢 就是 基本上没有住户了 有些院有住户 这条胡同目前呢就是 有这么 像这个 你看这 以前的这小楼没有 以前就是你管 基本上就是 目前呢 比较清静 也希望这条胡同呢 就是还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呢 进行恢复 那么最后 胡同不像这个老北京 实际上的样貌 也不好看 在胡同中正好遇到了 居住在这个 云居寺院内的一位大爷 听听他的讲述吧 没事 帮我讲你 有些是 这就是 应出的这个是 是那大炮啊 对对 现在没有样了 咬咬咬这个 民居情况 哦 哎呦 这里这么在 啊 这树有500多年了 这树啊 500多年了 你把这个牌 你把这个牌 你排下来 你可以查 好的 这不是红牌啊 红牌 红牌就是 这样的 哦 你的牌 你可以查 明白了 嗯 红牌 红牌 数一 也是 数一 一股 这 清静年代 三百 红牌 三百 你看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人家住在这儿住的 您今年 我七十一了 有父亲那边 那您这一百多年了 是吧 住了一百 哪儿退的修啊您 从 酿造 酿造 控炒 啊 龙门醋 啊 是不是那个南原那儿那个 就是这个 左安门那个 龙门 哦 左安门那个啊 龙门醋 那儿退的修 那儿退的 那您那会儿 退休工资高吗 退休 那时候不够 退休的时候才两千多 现在呢 现在五千多了 那还行啊 哈哈哈 够 够 吃饭 你现在住一间 两间 龙门那间跟那边追过 小家 两小家啊 就您老两口住吗 老两口 孙子 孙子儿媳婦 都在这儿 哎呦 那够紧张 这边生活 这 不妨退困的 这边你肯定你这住不了啊 改善一下啊 这岁数了 该住这楼房了 楼房不楼房得宽着点就得了 还真是 这儿推窄 推窄 什么也不方便的 不方便 啊 还真是 祝愿您早日住上楼房 是吧 谢谢 老爷子 咱们晚出走走 那 我是晚出六方 啊 我 我 我 买一 啊 买一 三五几 这就是您老两口住啊 那边是 这边放进去 哦 登了库房了 上面楼上 就是有新门 谁都看着 哦 楼上啊 哎 不一醒 真是 没法住 哎 哎 您这个 看着啊 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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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看着呢 这就还有一样吗 一样啊 就这么一个建筑了 没什么等的 没什么没出现 嗯 没什么拿出 啊 您知悉院里百姓的住房条件 确实非常的困难 大爷的愿望 就是想换一个宽敞点的房子 您看了视频之后 有什么想要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吧